尽管新冠肺炎疫苗的取得跟分配在国际间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但毕竟已经有超过60个以上的国家跟地区开始施打疫苗了 再加上冬天的游乐活动已经开始接近尾声 还有很多国家的公共卫生的管控手段开始更具效果 这些因素种种加起来 我们好像看到疫情的寒冬已经开始在逐渐远离我们 就以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来说 美国过去六周的疫情新生的数字已经足足降低了70% 全美国目前施打的数字每天超过了160万人 因此这些数字累计起来 很多人已经开始期待疫情解封的那天要来临 究竟寒冬是不是已经过去 我们未来的信心的时刻在什么时候 解封真的已经可以倒数了吗 恐怕还是言之过早 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整理 降落在成田机场的全日空货机特别受到瞩目 因为运送的是37万剂辉瑞疫苗 从这家救命专机卸下后 10万火急送到东京百家医院 17号早上9点 4万多名一线医疗人员率先施打 一旁单假随时待命 施打后得观察15分钟 日本至今超过42万人确诊 疫苗已被政府视为迟来的抗疫王牌 只是首批打完后要等到3月中 第二批370万医疗人员接着打 65岁以上高龄者约3600万人 则从4月1号开始接种 除了医疗人员和高龄者外 其他人的接种日期至今未定 虽说第二批疫苗最快下周抵达 且将有9000万剂 阿斯利康AZ疫苗会在日本生产 但眼前还是不够 七大工业国中 日本已是最后一个接种的国家 最早开打的美国与英国 至今已两个多月 究竟有没有效 免下车得来速施打疫苗 如今在各地药局也能打 不必到专设注射站分散 等待接种人潮 加快施打速度 已有超过5500万美国人 约16%人口接种 每天更以170万人速度前进 在27天就能达成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百日 上亿人接种计划 如果以新增确诊人数来看 的确出现趋缓 从每天约20多万人 骤降至6、7万人 上周新增确诊减少百分之26 住院同步下降百分之16 只是完成两季的 约1500万人 只占人口约百分之5 对抑制感染扩大 需要至少七成人口施打 才能达到集体免疫效果 差距还很大 然而眼前还有个更棘手的难题 疫苗无法顺利配送 暴风雪袭击至少六百万剂疫苗配送受影响 辉瑞和莫德纳制造和储存中心都未在美国南部 甚至有15周储存中心全面关闭 然而和美国相比 400多万人确诊超过11.8万人死亡 堪称欧洲重灾区的英国 疫苗施打率世界排名第三 更是全欧洲之最 英国开打两个多月 至今已超过1500万人接种 占三成以上人口 CNN记者还亲自走访一趟威尔斯的卡蒂夫 约50万人口 这里疫情层次重中之重 疫苗施打前每天新增确诊三位数 如今只剩个位数 16日新增4名确诊 80多岁老奶奶马卡尼是其中一人 两周前她曾接种新冠疫苗 如今虽然确诊 但症状轻微且很快康复 目前英国也已启动第二阶段疫苗 接种计划 包括65岁年长者和上呼吸道慢性疾病患者 两大族群 开始施打辉瑞及阿斯利康 能如此顺利多亏超前部署 早在去年5月 英国政府特赦疫苗专家小组 不需要照一般规定程序 也跳过英国国民健保署 采购哪家疫苗 他们说了算 说是下赌注绝不夸张 去年7月在没有任何疫苗 问世前耗资3.1英镑 预先订购7家研发中药厂的上亿之疫苗 结果相当幸运的17家药厂中 阿斯利康 辉瑞 莫德纳 娇生和Novavax 共补夹疫苗 完成临床试验 命中率高达7成1 尽管有疫苗 但威胁尚未解除 那就是病毒不断的变种 美国加州甚至出现 英国变种病毒株B117 和美国的B1429的合体变种病毒株 虽然最新研究显示 目前市面上的疫苗 对于变种病毒仍有一定效力 至少可以减轻感染后的症状 但病毒还没有完全消失前 还是要谨守防疫规定 不能过度乐观 掉以情形